雾影刺客浑身闪烁着电光,跌倒在了众人的面前,这家伙一直物力行走进退如风,这一跌之后,才是众人第一次看清这暴死的模样。 兽骨临巡,一身灰扑扑的刺客装,一手紧握着匕首,另一手已经称帝而起,众人打惊,禁不住都向后退了一步。 不过,Boss固然值得害怕,那个上在雾中还没现身的家伙,却更让所有人感到胆寒。 这家伙,难道要把Boss给打败了吗? 火然依此时,更是思绪如潮,同样是法师,差距咋就这么大呢? 人家可以单挑这么牛逼的Boss,自己呢? 却只能对付趴在地上,毫无抵挡的一个菜鸟骑士吗? 无影刺客显然还没有死,所以没有人敢妄动。 众人距离他都很近,谁都怕一个举动,就把Boss的仇恨吸引过来。 虽然仇恨系统也是有明确的计算模式, 但这计算模式是属于系统的,系统万一无理取闹一下,那怎么办? 雾影刺客起身,突然双臂一震,发出了一声怒吼。 周身上下的电流骤然间就被震碎消失。 众人大惊失色。 好强,好强啊! 大惊小怪,这当口,韩剑公子还有心情鄙视所有人呢。 显然就是个驱散类的技能而已。 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高手,一听这话,也立刻反应过来。 所谓驱散类的技能,就是解除身体异状态的技能。 雾影刺客双臂一挥,震碎了闪电,固然看起来很酷, 但内涵也就是解除了身上电流所制造的麻痹效果而已。 雾影刺客解除了麻痹,立刻又窜身钻入了浓雾之中。 众人此时大眼瞪着小眼。 由于BOSS突然显身,所有人的动作都立即进入停顿,像是一幅定格的电影画面。 结果,还没来得及按下继续播放键,浓雾中又现出身影。 这次是纯黑色,不带电流,不是飞的,而是大步跑来,众人甚至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。 顾飞,这个众人心中认定比雾影刺客还可怕的存在,突然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了。 长剑依然在手,法袍却是脏兮兮的,和雾影刺客这一番搏斗,顾飞没少在土里打滚,此时模样像个垃圾佬。 BOSS呢?顾飞跑出来后,东张西望了一下,问剑轨,朝那边去了。 剑轨指着雾影刺客冲进的方向,你们怎么不攻击他? 顾飞问,所有人惭愧地低下了头,刚刚BOSS现身,大家吓得都没敢动,生怕惹BOSS上身。 此时,面对顾飞这个问题,大家都觉得,好尖锐,好尖锐啊。 呃,剑轨也有些惭愧,连忙转移话题,你还不快去追? 好强,所有人都是嫉妒有加。 BOSS在他们面前,他们都不敢动,人家可是追杀BOSS的,差距就是差距啊。 众人正这样想着,顾飞却没有急着追去,反而是诧异地望着见鬼。 开玩笑,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甩开休息一下,急着追上去干什么? 众人又目了,心下都想,切,原来你也不是BOSS的对手啊。 剑男幽等人刚刚心里舒服了一下,但紧接着就又心寒起来。 这顾飞不用去和BOSS纠缠,那不就是要拿他们开刀了吗? 由他加入,自己一方哪里还有胜算? 悲观的情绪又蔓延了,但却还没持续太久,物理人影又陷,物影刺客彪悍地又杀出来了。 谁也不认,只冲顾飞。 从所有人的目光中,顾飞已知身后又有来袭,贪了口气回神一挡,物影刺客又顶着他飞出去了。 双方转眼,已经又消失在了雾中,众人这才恍然,原来刚才只不过是顾飞和物影刺客那高速变幻方位的交手,不巧在他们身边出现了一次。 换句话说,那两位不过是路过了一下,唯一不同只是在上次双方相交之时,顾飞终于密得了一次攻击的机会。 续好的掌心雷结合瞬间移动,顾飞准确地拍到了冲过来的物影刺客背后。 掌心雷的击退,加上物影刺客自己的冲力,才把他击飞了一次。 这一击后,顾飞法力已经所剩无几,但对物影刺客似乎根本没制造出什么影响。 难得在攻击时出现的电信麻痹,也被人家抖抖胳膊就给震开了。 二人交手的声音轻响了两下后,再度显示,已经又不知打到何处去了。 场中众人此时方回味过来。 继续,也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,像是按下了定格画面的重新播放间。 所有人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。 剑南忧继续追砍韩九公子,这两人速度相差无几,剑南忧一时间倒也追不上他。 但只要冲锋冷却结束,追上不过是瞬息间的事。 而又哥的眩晕此时还没有解,火燃衣依然可以一举轰沙坦。 见鬼吉利,想要来冲过来救援。 但娇水儿,率领一骑士,俩牧师死命缠着他。 这骑士是圣骑士,俩牧师都是光明牧师。 虽然不是强势的输出伤害职业,但以一敌似,见鬼又是血薄职业,他也丝毫不敢大意。 连珠火球?定格后重放的火燃衣,似乎比之前清醒了一下,望着脚边的右哥再没有犹豫。 匆忙召唤了法术,但还没来得及释放,突然觉得肩头被人拍了拍,火燃衣心下一惊,头还没来得及回,猴头一惊一紧,被人从身后狠狠的就是一记锁猴。 跟着就是天旋地转,火燃衣觉得自己是被人掐着脖子掀起,再被狠狠的摔翻在地。 到底还是,算了,死就死吧,本来就已经精神崩溃,没信心没斗志地火燃衣,刚有拿右哥开纱,找回状态的机会,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打断了。 他迅速又回到了万念俱灰的状态,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。 然后他却没死,这一摔如此凶猛,火燃衣却发现自己生命下降的好像并不多,不急他仔细琢磨。 腰间已经被人又踢了一脚,火燃衣在地上连滚带滑就到一边去了。 还是没死,但是他已经被踢出战场了,火燃衣泪流满面,踢飞了火燃衣,来人也没有就此停下,俯身直接冲入了见鬼和四人纠缠的阵中,双手成爪,分抓左右。 左右两名牧师都被锁了喉,跟着,接着重来之势,一先一按,两人立刻被他捏着脖子,按倒在地。 那骑士大惊之下连忙挥剑披向来者后背,身子半斧半蹲的来人,像是脑后油眼一样,回身站直手一挥,已经擒住了这骑士的手腕。 接着一肘,已经顶到他胸前,握他手腕的手再一推,骑士握剑的手被他推回,将剑横到了自己的脖子跟前。 而,紧接着脚下,已经被人一半仰天倒地,依然保持着自裁的姿势。 只不过是转瞬之间,三人已经翻倒在地,此时,脚水才刚刚跑好位置,朝来人放出一剑。 结果,被人随手一巴掌,就把剑给拍飞,脚水连忙转身想闪,才发现,自己的退路正好被剑鬼给截着。 就这么一缓的功夫,对方倒身前,拳打脚踢落一步绝,脚水被揍得连连倒退,最后来人终结式的踢起一记飞脚,脚水被直接踹得倒飞出去。 相对剑难忧的位置来说,他已经消失在雾中了。 能有如此干脆利落身手的,只能是百世经伦。 转眼已经干翻了五人,却无疑狠下杀手。 百世经伦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成果,摸了摸手问, 那谁呢?他叫我过来这边,自己人不在啊。 他在忙,剑鬼说,望着地上翻着的五人,他也是惊诧万分。 百世经伦的强悍看起来,和顾飞如出一辙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? 路过,真是巧啊。 百世经伦大为感慨,说着,已经大步走向剑难忧。 剑难忧此时,早已经停止了追击寒家公子。 百世经伦的突然出现,是谁也没想到的。 原本已经站得上风的他们,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逆转了。 逆转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剑难忧一个人。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百世经伦的疑惑。 找我?找我干什么? 剑难忧印象里,他和百世经伦根本没有交集。 如果说他是帮着朋友来出手的话,可以理解。 但此时听他话的意思,像是为了自己,自己和他有什么仇吗? 自己抱过的哪个人是他朋友? 剑难忧只能如此想了。 百世经伦也没回答他,嘴里喝着。 这次你别想跑,大不流行杀了过来。 选风斩,眼看百世经伦逼近,剑难忧突然双臂一抡,发动了选风斩。 他想做最后的拼搏。 百世经伦连忙手一撑,用出了游戏中气功师的技能,气波盾。 旋风砍上,百世经伦一下就被震退,剑难忧迈步向前继续旋风。 想将百世经伦绞绞杀,结果就见百世经伦突然跃起,伸脚一蹬身旁一树的树干,借力完成了一个二级跳,居然飞到了剑难忧的头顶。 肥烟斩。 同是格斗家的技能,却被百世经伦如此借力一跃,从超高的地方施展下来,一脚正劈到了剑难忧全无防备的脑袋。 被称为游戏中最强判定的旋风斩,居然就这样被打断了。 剑难忧目瞪口呆地停止了旋转,百世经伦飘然落地,伸出的左手已经拍到了剑难忧的肩头。 右手跟着拿到腰间,站是沉重的,神曲被轻松地摔起,用的自然是格斗家的技能爆身头。 再跟着重拳勾拳,弹踢策马流行,所有的格斗家技能被百世经伦融入在自己的拳法之中,一起施展。 剑难忧在空中就吃完了一套连击,不及落地,已经化白光而去。